好 那确定被徵招的侯友宜 他今天又有什么样的行程 除了这样之外 其实我们华视新闻也独家掌握到一个消息 就是侯友宜有希望在9月初 可以访问美国东岸的城市 而最快最快 他大概会在5月底就成立他的竞选办公室 好 现在确定是由他来出现 那谁会来担任他的副手 有可能劝得动郭台铭吗 你可以看到侯友宜就说 其实他相当敬佩郭董对于台湾经济的贡献 他挺身而出要来守护中华民国 甚至他说他跟郭台铭有相同的价值跟理念 这个价值跟理念就是郭台铭之前说的 和平 繁荣跟清廉 他说跟我三平三安 这样的理念是相当相近的 那在今天这个副手的部分 还传出了一个人 大家都说他就是黑马 那就是管中铭 针对于管中铭 何友宜也是把话说得很客气 他说管中铭在当台大校长的时候 有手有为 受到很多师生的敬仰 也是国家的一块宝贝 另外一个被点名的 就是台中市长卢秀燕 但这个答案他似乎也给了一个no 他说呢大家都说我是妈妈市长 所以我会留在家里 他相信何友宜未来 是会一位保家卫国的好总统 新北市长何友宜十七号特别出席国民党中常会 被征召提名为总统参选人 随即而来的是副手人选受到关注 必须要在七月下旬的全代会之前拍板定案 洪海创办人郭台铭十二号在板桥慈惠宫前 与侯友宜事迹之卧 即使无法成为蓝颖母鸡 郭台铭在短时间内展现的爆发力 却引起侧目 因此传出党内有意促成侯郭佩 他三大理念和平嘛 青年嘛 繁荣嘛 就跟我的理念完全一致 所以我们都有决心 都有这个土地来奉务 未来我们一定会团结并肩作战 而历经卡管风波的台大前校长 管忠敏外省级背景 不仅可以与本省级的侯友宜互补 也被认为能吸引知识蓝选民 传出蓝音有意询张善政模式 邀请管忠敏担任国策顾问团总团长 要是侯郭佩破局 管忠敏就可能是副手的大黑马 副手人选侯友宜没把话说死 我们也掌握到侯友宜渴望在九月初 访问美国东岸城市 竞选办公室最快将在五月底成立 而新北市部分小内阁成员 像是副市长谢政达将辞职投入辅选 副秘书长张其强 法治局长吴宗宪有望跟进 青年局前局长前念群也可能加入 只是连三届总统大选 来因都提名直辖市长 在朱立伦与韩国瑜 全都杀鱼而归之后 就看想要再次政党轮替的侯友宜 能不能突破魔咒 环节九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 六十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What News 9 陈亚玲世界广报 给您崭新视野